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1月29日 黄马敬后西维尔 周一凌晨 本轮西甲上演强强对话 皇家马德里在主场迎战西维尔 目前黄马已经斩获各项赛事五连胜 期间球队的进攻能力展现无疑 不过西维尔并非等闲之辈 本赛季在西甲赛场做客的情况下 只有三个失求 本场比赛堪称矛盾大战 谁胜谁负难以预料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首先了解一下本场比赛的背景 目前黄马和西维尔都是进行了13轮联赛 两队间的分差只有2分 鉴于皇家苏斯达士多踢一场比赛 本场比赛被视为西甲榜首之争毫不为过 来看看双方的近况 黄马和西维尔都在周中迎来欧关联的比赛 但是两支球队在分组赛的处境并不同 黄马上战获胜之后已经夺得出现权 而西维尔虽然也是取胜 但是能否出现还要看莫伦的分组赛战局如何 将时间线拉长 黄马在过去五场各项赛事当中都能够获得胜利 期间球队军场入球达到2.6个 可见在主场零比零门和奥沙辛拿之后 黄马主帅安查洛迪立刻调整了球队的进攻战术 得到这波五连胜的战果 本赛季 安查洛迪重回黄马执教 带来最大的变化 就是球队在进攻端火力更上一层楼 球队在13轮联赛过后已经斩获32例联赛入球 放眼五大联赛都是前列的水准 除了卡连 宾森马保持稳定输出 已经贡献了10个联赛入球 年轻的巴西边风云尼斯奥斯 祖利亚迅速崛起 本赛季已经贡献了8个入球 已经远超上赛季联赛入球只有3个的数据 目前黄马阵中只有加里夫 巴尔一位球员处于商庭状态 西维尔方面 过去6场各项赛事战绩为3胜2合一赴 唯一的失利是欧关联与利尔的交手 也令球队在欧关联分组当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处境 但在联赛西维尔保持了连续6场不败的战绩 球队攻击线核心卢卡斯奥干波斯过去三轮联赛取得2个入球 逐渐找回入球感觉 相较于黄马强劲的进攻表现 西维尔的取分法宝是防守 卢比迪骨灰下的西维尔在13轮联赛过后只有9个失球 是西甲第二少 尤其是做客的情况下 西维尔的失球数低至3个 稳定的防守将是本场比赛西维尔的取分关键 故而本场比赛被称为矛盾之战毫不过分 西维尔伤兵情况稍微严重 后卫杰西斯 拿华斯 中场苏素 费南迪斯和前锋尤素夫 恩尼斯里都因伤弊战 这三位都是西维尔阵中较为重要的球员 阵容完整度上黄马战具优势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